音乐 宜兰县安农西总体发展协会 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完成硬体工程后 接手河岸维护及环境教育宣导工作 多年来成效斐然 安农西总体发展协会安排导篮解说志工 在安农驿站举办别开生命的环境教育走读活动 由四位导篮老师依据不同主题分组 号召游客参加不一样的游城内容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主题 我从安农西的深度跟广度 去讲安农西的生态还有人文历史 那欢迎选我这一对 好 欢迎第二组 我有种有上根做一些蔬果 然后我家里有养蜜蜂 所以大家对蜜蜂生态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过 我等一下会主要是以蔬果 有上根做蔬果的部分来介绍 今天是主题是有叙离而在安农 就是我们安农西这边 那我这边特别作为一个 我毕竟女友在领姑娘 那很符合今天的天气 这叫什么 三年 可能我会针对安农西 比较特有的会常见到的植物 跟生态有什么关系多介绍 大概会这样子 因为还是会介绍整个安农西的游篮 让各位知道 导篮老师带领不同组别的游客 展开体验安农西多元面向的走读内容 具有环境教育认证资历的环教老师 介绍安农西的历史 地理和人文 透过深度认识安农西的古往今来 让游客更珍惜这条美丽的河川 拨拨拨二万五 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从南洋西这边饮水 从南洋西这边饮水 然后饮水你看 他穿过这么多的寒道隧道 然后在这边的地方 第一个发电厂叫圆山发电厂 在圆山发电厂这边我们发电 然后后来呢又盖了一个天皮发电厂 那天皮发电厂也没有水啊 所以他又做了寒管跟寒岛 所以在不断的饮水的过程当中 这个总共从这个南洋西 饮水到电火西 这总共是7.8公里 7.8公里 安农西河堤上的树木和花草浮蔬 许多圆山种植物都有特殊意涵 老师解说起来 让游客更容易记得住树的名字 我们有地平上面有标示 就在上面一点 我们大概三四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叫洛宇松秘境 那个也只有标准的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快到了 大概到11月份 11月中之后 因为它的洛宇松的颜色会变 而且重点我们学植物的都 都要老师都特别更正说 那个不叫松 因为那个叫洛宇松就俗称 它其实如果就分类它是3 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三个三个 安农西超棒 Yeah 耶 有一个条桧 老师都用于四寮 安農西总体发展协会 不定期举办和川音乐会 就在安農一站 一曲曲一款款 让有兴趣展演的音乐老师和居民 提供优雅演出 音乐和和川激荡出美丽的乐章 犹如欧洲莱茵河一样 有声有色 游客的无感体验在安農西总体发展协会的规划下 带来多元且丰富的刺激 让人看见永续农村的创新力 这个名为敲染的体验活动 是最具低碳且环保的植物手染运动 结合了游客的创意 和安農西现有的陆域植物 只要一块石头和一叶花草 经过敲敲打打 敲出植物的枝叶 作为颜料 就能做出一件独一无二的T恤 安農西体验活动赞 这次活动的重点 就是我们这个环保市 那我们首先来到这一摊 这一摊叫什么 这摊好像 那很有小朋友流连忘返的 不只有体验活动 还有丰富的环保市集 在地小农在环保市集展示了碳足迹最低的有机农业 安農西沿岸农民所种植的农客产品 透过低碳旅游 游客可以就近采卖 有机生产的 那我们的冬奥米就是有 我们是香米 台农期几条香米 有白米跟草米 对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自己有种落神花 对 然后有种一些檸檬 然后我们都是自己做的 对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谢谢 安農西 环保市集 赞 耶 从安農西的历史到整治河川的过程 以及永续旅游的应用 安農西总体发展协会 对河川无限的爱是全国典范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